提到世界最著名的电影配乐大师 艾里奥莫里康内这个名字 完全有理由让我们对他表示崇敬 如果让我对他的音乐总体特点 做出一个总结 我感觉很有难度 因为他的音乐太具有不同风格 所带来的多样性了 犹如一位在黑白影像摄影师前静坐的 等待拍摄的老者 在不同的投影灯的照射下 以不同的角度去观察 你都能够发现他完全不同的内涵 同样这个比喻也同样揭示了 我对于他所有音乐作品的一个共同的感受 那就是在不运不火中的真实 平时和厚重 就像黑白影像中的老人 你看到的并非老人本身而已 而分明还有他丰富的人生沉淀 又譬如像一本 你平常常会拿起来重复阅读的故事小说 你总会找到你没有发觉的某个细节 所以我想说 在莫里康内的如流水般平时的音乐中 划过的不仅仅是音符 而是人类多类型多层次的各类情感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莫里康内为电影《天堂影院》谱写的主题音乐 如果说莫里康内的音乐充满了人类细腻感情的表达 我认为这部作品就是这类这种类型音乐的巅峰 音乐所演绎的情感层次和可以触摸到的真实感 是超越同时代其他任何配乐大师的所有作品 没有激荡的旋律 没有华丽的佩气 就犹如用手抚摸生活 它真实存在 它平淡如水 音乐让时光从窗边的屋檐下流走 让经历了人生百态的你我内心感到颤渡 让久违的眼眶不知觉中渐渐的湿润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